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恭喜 紅包打咧 還要 紅包打咧 畫面上是基隆副市長邱佩玲 發紅包給伊甸願名跟小朋友 並且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現場氣氛溫馨有愛 副市長邱佩玲同時也代表小愛爸爸 基隆市長謝國良 贈送新年的加菜金給伊甸 希望大家能過一個 溫馨的農曆新年 這次伊甸規劃了這個幸福土幼 迎新春 養食年菜季新書發表 邀請各界貴賓參加 主要介紹食譜 提供給牙口不好 跟身杖的長輩可以來參考 副市長邱佩玲認為 這個規劃非常好 也想起自己的父親邱創患 晚年生病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食譜 對長者的健康幫助真的很大 我感觸很深 因為我自己父親96歲 往生的 在他往生前的時候 他的牙齒不太好 那當時我還找了醫院 來幫他配那個 一天要多少卡羅里才適合的 每個菜 其實就像他們講的 我們可能打成泥 或做起來沒那麼好吃的感覺 但是營養是夠 如果當時有這樣的食譜 我相信他會吃得很開心 老人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營養 有營養就有抵抗力 剛才區長告訴我說 他的父親到106歲 那其實我也很感觸說 如果當時我父親 如果再有這個菜單的話 或許他現在還在 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照顧所有的老人 老人是很重要的 那很了不起 這個菜單我剛剛也試吃了 他真的因為芋泥要做得很好 他一定要加很多的油 他可以做得很好吃 但是並沒有油 對老人健康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很感謝伊甸 可以在這個睡末期間 提供這麼好的菜單給我們大家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樣的一個研發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讓住民們 可以吃到一些食物的原型 然後呢不要破壞它的味道 那在材料的製作上呢 我們就以當地的一些食材 然後我們做一些特別的一個料理方式 那有別於有一些機構 可能他們就是用把它混在一起 打碎或是攪拭 會破壞那個食物的味道和顏色 甚至於形狀 那因此也想說 藉著這樣子一個過年 在圍爐的時候呢 我們想把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把它給推展出去 那也讓有一些 家裡有長輩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 住在機構裡的一些單位 那也可以有一些參考 那我們也 因此也出版了一本書 是屬於《營養食食譜》 那就是我們近年也除了做正常的餐飲 還有我們基隆當地的小吃 我們也把它給引進來 那如果歡迎有需要的民眾 或是覺得有興趣的 也可以跟我們生臟中心索取 那我們就會免費的來提供 這樣子一個資訊和訊息 那今天來到我們這個 身性障礙不利中心這邊 又發現說 他們特別為了長者 做了這個泥狀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長者吞咽困難嘛 然後這樣設計一個色香味俱全 讓長者的這個營養補充 也可以沒有問題 我想 真的非常的感動 我們拜託大家再給 伊甸基金會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 謝謝 未來我們市政府跟市議會 一定會好好的合作 希望讓基隆可以 未來可以共好 那也可以繼續關心我們的這個 小朋友 關心我們的院民 我們會持續溢出相關的資源 有需要的話也請 不吝嗇的跟我們指導 那我們會繼續跟大家一起學習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兔年行大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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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民們為了感謝各界貴賓 還特別表演了一段 啦啦隊的舞蹈 炒熱現場的氣氛 另外救國團的真善美聯儀會 也共同響應這個愛心活動 捐贈加菜金給院民 希望傳遞在地的愛心 然後讓基隆這個城市更溫暖 幸福如永明清春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請散唷 好 好 謝謝們 謝謝大家 antibи